监视器中凌晨大马路上空无一人 两名男子汽车霜再从画面中经过 他们晚上睡不着跑出来闲晃 甚至还因为太无聊居然玩起大冒险 猜拳输的要去路边 随机偷别人机车的后照镜 因为晚上睡不着觉 感到无聊 所以才临时起意猜拳 打赌书的人要大冒险 去偷拆机车的后照镜 被窃取的车主一早发现 后照镜不见了随即去报案 警方调阅监视器发现 两名窃贼坐在后座的 是住在屏东高速的惯犯 他被胆时公称 自己猜拳猜输了 偷后照镜 就放在另外一个人机车置物箱中 也是蛮过分的啊 为什么会去拖人家的后照镜 这反而就不是一个应该有的行为 而且都你说四十几岁了 因为太无聊玩大冒险 就玩到偷东西 窃取别人 后照镜造成他人困扰 虽然这一对后照镜有被归还 但两人并未跟车主达成和解或赔偿 法院更发现 下手拔后照镜的男子 有多项窃盗前科 骑车男子则是有毒品前科 最后依窃盗罪 将两人分别判处 局役三十天和四十天 全案还可上诉 三十年朱俊杰 突然全股不先 高雄屏东报道